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肯定不买啊 那你为什么让我回来给你撑金呢 不给我撑金我怎么吃啊 你最后也没有结账 你六大一圈就把东西不知道扔哪去了 我不是后面是不好吃 所以我才把那个东西沾掉了 反正就是我来每次逛完街 每次逛完他就吃饱了 那不是我为了给家里面省粮什么的 所以你吃一包面 这还是一包面啊 你说我朋友都见过你 都说你穿衣服讲究 那我要给你撑光了 我没给你丢了 你知道他衣服怎么来的吗 他每次去逛街买件衣服 穿两天风光来 找人家服彩挑各种毛病 找人家服彩去换 人家服彩给他换完之后 他再穿两天再去找毛病 再去找人家服彩去换 但是人家那个商场就说了 那个商场说了三十天包退换 我不喜欢我当然要换了 难道我都放在家里面能浪费啊 那衣服我不喜欢了 我刚开始看见他挺喜欢的 他买他就是为了换新的 他就为了省一点钱 去抠发 你这还真不是抠的 他刚刚是我还不知道他这些事 就有一次我俩去逛街 还没有进店门就被店长轰出来了 他就来回不停地换来换去 就是现在这个店基本 可能在你们当地 他已经是上了黑鸡单的人吧 对 那也不是那个当地啊 那就那个商场啊 那么多商场啊 那是那么多商场 那么多家 再说咱不在商场买 你把整个楼层南庄店 你全都得罪了 那咱不在商场买可以在淘宝上买 你不觉得我当时跟着你特别丢人吗 你让我怎么有面子 再去给你逛街呢 你是在货货淘宝 他在用脸和草宝 你知道他的草宝怎么买衣服吗 他在包装就开始找这些小毛病 那谁买衣服 他找不见小毛病 他还故意给人家制造小毛病 给人家客户发过去 比方说这个 这个企业本来就没有毛病挺好的 他就给人家拍张照片 然后故意往上面加点污点 给人家客户发过去 让客户给他赔钱 客户如果不给他赔 他就给人家闹一天 完了以后 闹完之后 客户实在把他没有办法了 给他赔个十块八块 能成乐一天 他特别高兴 十块八块不是钱 你现在十块八块的 能干什么呀 我省下那些钱 不是给你买吃买喝的了吗 你还给我买吃买喝的吗 你还给我买吃买喝的吗 我给你逛街那么累的时候 我要去星巴肯喝杯咖啡 你都带我去 星巴肯怎么会 非得要带我去什么 卖咖啡的地方去喝 那卖咖啡能去杯 是能去杯 是能去杯 你干嘛要买两杯啊 那不是费钱吗 他每次去吃买喝的 他要杯个窗间 杯包 然后里面装个医生的大水杯 再加两个塑料袋 等我俩快睡完的时候 看见夫妍不在 他就过去倒饮料 往他这个大水杯里面灌 那不是我花钱 那不一样我都花钱 你还拿塑料 装肉装菜之类的 甚至有时候 他把调料都在我家里拿 调料那多给我 调料辣椒粉 这些都要拿 家里面这些 从那里面花钱买过 那是自助餐 那不是自助餐给免费提供的吗 我又一样花钱了 我自助餐不是跟你说 不能再调料 人家自助餐不让拿 那我不是不让他看见了吗 我也没让他看见 你又不让不让看见 你觉得我有光彩吗 跟他 我不是每次吃完以后 不是先让你走了吗 他每次都为了摊 这点小便宜 我俩本来出来 你发现了这些问题 多久了姑娘 就半年以后 就开始发现了 那你还坚持了这么久啊 我觉得我可以把他的毛病都改造了 你是想改造好他 对我想改造他 可是到今天我实在是改造不了他 你说其实也本来就是两个人 心情高高细敬的出了出门 每次都因为他这阵子 我两口汤 汤一上来就不停地给我夹 不停地夹肉什么的 我当时挺感动的 我也没没觉得有什么 可是等我俩快吃完的时候 他把福尔叫过来了 他给福尔炒起来 汤那里是苍蝇 他肯定 他还有苍蝇我肯定要找 有没有苍蝇 有苍蝇啊 一个苍蝇而已 到时候你说 不是要给你免的那个单啊 他给你上个果盘 你不就图那点饭钱吗 你不就为了让他给你免的那个单吗 我当时 你确定苍蝇不是你放吗 不是不是 那个苍蝇本来就有的 你上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 你喝的不恶心的 他看见了他让我喝 你吃的 来一个苍蝇而已 你不会有什么样 我觉得我就不知道 钱到底重要 还是我重要 当然是你重要了呀 我重要 你还让我喝 我也喝了 我都觉得没什么呀 那你说跟你妈来的 你让你妈喝 本来我觉得那个东西 本来就没什么 他就是队伍哈 他对哥们兄弟什么的行吗 他跟朋友在一起 他傻人小聪明 他就算计别人 甚至有时候我们吃个饭什么的 他想方设法 躲这个负账 就是让我们带朋友在一起吃饭 我们都到了 就他没到 他跟我说 他临时有事 不一定能来 让我们先点 然后我们就点完餐了 账也付了 因为那个饭店是先付钱 我们付完账了之后 我就给他发个信息 发完这个信息之后 他没两分钟他就到了 到了之后 他假名三道的 拿两分饮料 然后给我朋友说 不好意思 我现在来晚了 没来得及给你能付钱 然后给你买两桶饮料 大家都以为他 这个人还挺会做事的 结果我思想我就问他 我说你干嘛去了 能用饭钱 他为他早就到了 其实他说他早就到了 他在外面一直等着 就为了躲这个负钱 那不挺好的吗 两个人吃饭 一个人付钱 你不就为了躲这个饭钱吗 那点负钱能吃几个钱呀 再也做了 我都给你弄半个小 付我东西吃饭 你躲那个饭店有必要吗 你觉得 怎么没必要呢 哎呦 他省下了吗 你觉得省下就是你赚钱了是吧 你说你省个钱就算了 你说朋友在你吃个饭 你抠就算了 你打个电话你还要抠 他给他朋友打电话 是怎么打的 想了医生就挂了 反正让他朋友再给他回过来 他被我回过来 之后他还给他朋友说 你干嘛事 怎么半天不接我电话呀 那我不是为了省话费吗 他省上话费到这几个钱 你省上话费到这几个钱 我是给你交付钱 鸡脏承断你不知道呀 呃 好好好 我听明白了 姑娘她算计几个 算计啊 我俩一直在一起的时候 工资卡都是我拿的 他身上也没有什么钱 我一个月就给他二百万名话钱 我觉得不够 然后说你不用完了 你再问我要 从来没有要过 然后我觉得特别奇怪 有一次就是我们 我们家有辆车 要去保养 保养的时候 还问我们要五百块钱 当时我也不懂 这个保养车是怎么回事 我就给他了 所以有一次我和朋友逛街去了 逛着逛着 然后朋友聊起来 说你家那个车保养 连二转汉都用不了 当时我觉得我被骗了 我说这么亲的人 他能这样去骗我 要不是能手上去骗我 我当时给我特别失望 我一个大人 连个钱都没有 我总部给人 啥都没给 你没有钱 你不至于骗吗 你可以为我要 对吗 我要 我怎么给你浪漫 怎么给你惊喜 那是惊喜 那是浪漫 我直接给你让 那我自己买好了 不吵吧你 你认识他之前就这样吗 你还行嘛 就也就在给习惯我 行吧你们俩还真是 你说你平时闹这些算计我就算了 他连我家人他都算计 我算你家人谁啊 就是一次就是一次我表姐要出差的时候 完了我贝勒给我打电话 他家在外地在西安呢 让我去他家让他看几天门 顺便看他家的狗 我回去就会跟他商量 他觉得挺好去咋俩去那边当旅游了 结果我一去我表姐家我特别累 我就躺床上了 他就进家就开始帮我姐夫的东西 因为我姐夫姐夫他们用的东西都高档的 然后生活都很优质的 结果他从来不用乌乌品的人 他把我姐夫乌乌品用了 用了个便 用便不说 用便不说 你用完还不说 你把我表姐家的冰箱吃了全吃完 吃完你还 是你能吃 你吃完你给 你还补上方便面 我都不是补上了吗 你吃的都是这什么东西 你吃的都是进口产品 那能比吗 你表姐家那么有钱 吃点那些东西有什么呀 你还好意思说 他还这样 他还假心意跟我表姐打电话 装好人 他说表姐你要我们下车晚 没有吃了 我就把他在冰箱里吃了 然后我还给你添了点 我得常吃这东西添去 我表姐说你看你吃就吃了呗 你还给我买什么东西呀 你说你装什么呀 我那要装 我还也是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知道你这样的人 他会这样夸你吗 面子上过得虚伤 你说你说你算计 我算计你妈什么地方 我怎么不知道 你上回买淘宝那个事 就是我妈一直用的一个咕咕品 特别好用 然后网上搞活动呢 正好是个秒杀价是个700多 我让她帮我看着点 那天我有事 我说我要送给我妈 她就看着 买回去 没两天我妈用了两个过敏 就辣了 那是卖家的问题 跟她没关系 但是我也 我也没觉得其他问题 我还特别着急 我说你赶紧跟我联系客户 迟迟她就不去联系 她一直不进来 我就觉得 这不是她的作风呀 这个我一上她网号一看 根本就不是在你家买的 不是那天我去买那个化妆品 结果我看见她家那么贵 旁边一家有个特别便宜 一样的牌子 那我直接就买那个便宜的了 一分单一分货 你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 那个东西会给你妈带来这么大伤害啊 那你去我妈带来点赞 那怎么办啊 我也不是故意啊 大叔我也不是故意啊 你以为觉得是钱当中的 什么事不能解决 这个事儿咱们不吵了姑娘 我还挺佩服你的忍耐力的 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厌倦她了 我再怎么省 我其实都是为了我俩 以后能过来好点的 我不反对别人省你知道吗 有几件事儿咱们弄清楚啊 欺诈和节约是两回事儿 虽然你吃饭的时候自助餐 你去拿了一些东西 法律上没认定说小偷小摸 那东西我也花钱 本来也是随便吃 不对 你涉嫌欺诈 包括你换衣服 因为你坐进那个店的时候 那个店里面写的只允许唐食 不允许外带对不对 你不守诚信 就你这抠还真是 有些抠大家听得还挺乐乐的 有些你真是违法犯罪的 ipidr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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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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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